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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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成员表示 沙拉越政府现在会彻纵在 沙拉越的教育发展上 As what mentioned by the Premier he will focus a lot on education and Yayasan will be the main agency the main agency to represent a state has been giving scholarship funding for universities 是像剪刀、蜜蜜、蜜蜜、 蜜蜜、蜜蜜、 所以我们将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那么另一方面 Dr Asha也希望 烧拉越基金局能够继续发挥效能 和加强竞争力的作用 帮助推动烧拉越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政府成立沙月基金局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帮助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 除了为有潜力的学子提供奖学金之外 烧拉越基金局也开展各种 有利社会和发展的计划 当中就包括健康、房屋和社区领域上 再来换个焦点 种植及原产业部欢迎英国加入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也就是CPTPP 这是加强马来西亚和英国 作为印太地区主要的 贸易伙伴关系的最佳机会 副首相兼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r.Sri Fadila Yusuf不仅对英国的加入 表示欢迎 还对英国贸易部长 凯米把巴德诺 博斥森林砍伐 与油棕的负面言论 表示欢迎 她说凯米承认油棕产品 适合日常使用 中间的一部分 我们所谓的 是 我们所谓的 作为 社会 尽量 提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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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星期日出席乡村发展和安全委员会举办的活动时 对记者这么说 当提到了英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是和欧盟落实邮宗和邮宗产品限制有关的声明 法迪拉则解释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将来继续辞联合政策的行动 他的部門也支持環保和生物多樣性的立場 並將努力確保遊蹤行業始終對環境友好 再來我們看到美里方面的消息 薩拉岳副總理達德西沈桂贤認為 地方政府的每名市議員都必須要了解 薩拉岳政府所制定的政策 這是為了符合他們在地方政府層面 能為各自的領域制定相關政策 他舉例 美里市議員必須了解有關城市區域管理相關政策的落實 他們是在昨天出席見證了美里市議員的宣誓 就職典禮後這麼說 也是上到月公共衛生房屋和地方政府部長的沈桂贤也強調 所有的市議員都必須以不同的方式來滿足當地人民當前的需求 以及他們未來的需求 從2023年4月1號一直到2025年3月31號 我們看到一共有32位美里市議員在沈桂贤的見證下宣誓就職 其中有12人是新任命的市議員 同時也見證 武藝區州議員 于小山 聚任為美里市長 而美里副市長則是由阿里芬 莫哈莫擔任 另一方面 沈桂贤也在星期天出席了古禁舉行的巴哈伊歷新年慶典 也就是諾露滋節 他代表沈拉岳副總理達德阿瑪爾·Douglas在致辭的時候提到 巴哈伊社區繼續致力於和各個非政府機構合作 通過各種活動來貼近社區 而沈拉岳政府也通過其他宗教事務單位 來關心州內各種多元種族人民所信奉的所有宗教的福利與需求 沈拉岳是一個多種政治 多種族主義和全化社會 medically überhaupt 她仰視著和坦白的平和協調 人民的平坦所在於未來的洪福 是一個民族的最基於世界的利益 認識我們當一個人中和福 而且在一個社區中的一切 因此来传选的energ eher和一样的一级 orde 就是 between different religious and communities but also beyond social and ethnic barriers for this reason we must consider each celebration of our multi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Sarawak as an occasion to strengthen our cul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learn and celebrate the cultures of other people let us continue to interact among ourselves regardless of our diverse race and religious belief 他也补充说 每一年全世界的巴哈伊宗教的信徒们 都会进行涉及地方社区的活动 而单单在Sara月就有超过401个地点 有大约5万名来自不同种族 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巴哈伊信徒 当中就有包括伊班人 华人 彼达友人 马兰诺人 家庭人 斯拉沟人 本南人和印度人 那么陪同他出席活动的包括 Sara月其他宗教事务单位总监 德多杰科曼 Sara月巴哈伊信仰灵体会主席 陈家超 秘书长Dr.Shihab Poon 以及Sara月公共关系单位总监 山姆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Sara月的多元社会团结与和谐精神 不仅应该在马来西亚 甚至应该在全世界树立榜样 Sara月交通部长Dr.Shihab Poon 李锦生认为 这种独特性展现出种族文化和多元宗教的生活 其实是一种优势而不是社会和谐的障碍 他举例说在美里市罗东区的教堂旁就有一座清真室 数十年以来双方都一直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 也是史纳丁区州议员的李锦胜呼吁 Sara月人民应该继续保持互相宽容和尊重的生活方式 努力确保Sara月的和平与繁荣 他星期六出席由Sara月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 与美里省公署联办美里青年协会协办的青年开斋活动 通过这场开斋活动来移交捐款给受惠团体 让青年和当地社区参与以及了解斋戒约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中小企业的女性应该通过技能 科技和创新培训来加强自身的能力 巴都基当区州议员罗克强认为 大多数经营生意的女性就应该获得援助 以进一步的扩展小生意 同时也让他们可以赚取额外的收入 为此他认为政府所提供的各种援助和激励措施 包括培训课程 可以帮助他们成为中小企业的创业家 他今天在甘榜哈兹巴基受访的时候说 大约有15名来自甘榜哈兹巴基的女性 参与了凤梨塔的制作课程 他们也掌握了如何以最低成本来制作和包装凤梨塔 同时他们也捐出了30盒的凤梨塔给受惠群体 最后带你一起来观赏沙拉越交通部长李景胜 在星期六出席美里青年开斋活动时候的精彩画面 以上是今天的UKAS法语新闻 想知道更多的新闻资讯 欢迎浏览UKAS的各大社群平台 包括网站ukas.strawa.gov.my 和订阅UKAS的YouTube频道 让你同步掌握更详尽的新闻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UK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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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